市長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這個有PT上有人就說 您在這高端的疫苗審查之前 然後有跟陳時中到貓欄附近 貓空這邊來密會 那到底有沒有這事情 這個已經不是不僅僅是在做夢 這個已經是見到鬼了 所以是在這之前 我不知道有幾十年 沒有去過貓欄那一邊 自從貓欄建好之後 我從來沒有去過那邊 年輕時代有去指南宮 大概就是只有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見到鬼 方老闆想問 你最近買到這種雨色的造謠 你會考慮想提高嗎 我吃肉太多 我幾十米的 在那PTT上面的 都沒有什麼好去理他 因為人生命有限 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這種事情上面 市長說願意幫你看整 這種事情這樣子 我不會再回應 因為高安委員他面對外面的一些質疑跟問題 他還有要有很多心意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不要增加他的負擔 以免他到時候又要住院打點滴 你怎麼看柯文哲說你這是用抹黑的角度 跟他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我也沒有抹黑啊 我哪有抹黑 對啊 柯文哲市長說 他說太微婦產科這件事情道歉 不過他後面 說你根本沒有當醫生很久 我說這個事情我不再回應 當然自己心心裡有數 社會自由公斷還是這樣子 好不好 我回應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怕高委會太累 會身心俱平 會身心俱平 他可能又要住院是不是 對對 謝謝